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山的时候小心一点 别玩得太晚 我们对他的叮嘱总是置若网门 也不理他 是啊 小孩子嘛 最烦那些叙叙叨叨的叮嘱了 何况他还经常得罪我们 有时我们上山 他就会拦着我们 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去 我们骂他多管闲事 他就笑盈盈地看着我们 但绝不放我们进山 而当我们败幸而归时 往往还未走到家 天上便会晴空忽变 乌云密布 大雨倾盆下 将我们临城落汤鸡 但那时尚且年幼的我们 哪里会想到他是为我们好 只当他是一个推坏的老头 老是拦着我们上山耍 对他自然没有好脸色 有时见得出门上山采药 便会去拔他种的菜 将他的园子搞得一团糟 他也不恼 见到我们还是乐呵呵的样子 罗道人一开始的时候 并不叫罗道人 早先村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 也不知道他是个道士 只知道他姓罗 于是就叫他老罗 而我们则喊他罗老头 知道他是个道士 有神通 则是在他让村子里 一个冰死的孩子还魂之后 我是那件事情的见证者 那次也是我第一次 见识到罗老头的能耐 给我很大的震撼 当时发生的事情 直到现在仍历历在目 事情要从我和几个小伙伴们 去后山玩说起 那天我们去爬山又在山脚下碰到了罗道人 他像往常一般叮嘱我们 我们也像往常一般不理他 正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 他却忽然脸色一变 一把拉住了其中一个孩子 那个孩子叫栓子 和我关系不错 我们常在一块玩 罗道人拉住栓子后 仔细打量着栓子 脸色有些凝重 看了半天说道 娃娃 你今天不能去山上耍 栓子听罗道人这样说 一把甩开罗道人的手 说道 罗老头 你拉我干啥 你管我去哪里耍 罗道人一改过去的和蔼可亲 他脸色铁青 娃娃 听话 赶紧回家 这山你今天不能上 栓子哪里会听罗道人的话 朝我们挥了挥手 就要往山上走 罗道人挡在栓子面前 连圈带红 连红带下 死活就是不让栓子上山 栓子没有办法 只得气鼓鼓地走了 罗道人在后面喊让栓子 回去路上注意安全 老老实实回家待着 栓子对罗道人翻了个白眼 假装没听见 我们其余几人 一边说着罗老头的坏话 一边往山上走 走到半山腰 就见栓子从后面追了上来 栓子告诉我们 他其实没走 就藏在树后 偷偷瞅着罗老头 见罗老头进了屋 便趁机偷偷溜了过来 我们都夸栓子机智 但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上山让栓子险些丧了命 山上的果树很多 尤其是山枣树 那时大家都还很穷 家里轻易不会给买零食吃 于是摘山枣吃 就成了我们在山上最喜欢做的事情 那天我们在半山腰看到一棵山枣树 有四五米高 长得枝繁叶茂 树上累累如珠 挂满了山枣 其实这棵枣树 我们以前也看到过 但因为实在是太高 所以没有人敢爬上去摘枣 那天树子也不知道怎么了 一向胆小如鼠的 他竟非要去摘那棵树上的山枣 或许这就失命树使然 命中注定他该由此一劫 树子在摘枣的时候脚下一滑 就这么从树上掉了下来 地面上全是坚硬的山石 树子当时就不省人事了 身上不停有血流出来 我们顿时被吓傻了 哭叫着往山下跑 想要去喊人路过罗道人家的时候 罗道人把我们给拦住了 问出了什么事情 我们弃嘴巴舌 将树子从树上摔下来的事情 告诉了他 就见他脸色一变 撒腿就往山上跑 找到树子后 他将树子抱回自己家 给树子擦拭伤口 敷上了草药 然后让我们赶紧通知树子的家人 没过多久 树子的娘哭听腔底 亮亮腔腔地跑了过来 等他进屋 看到树子的惨象几乎心疼地昏死过去 他就这么扶在床前 静静看着自己的儿子 不停地抹泪 树子跌死得早 全靠树子娘 一人含辛茹苦将他养大 现在出了这种事 如果树子有个三长两短 树子娘肯定遭受不住 罗道人也叹了口气 告诉树子娘 这是都怪自己 他早就看出 树子今天不对劲 隐堂发黑 面露衰向 劫云当头将有栽秧 所以让他回家避栽 却不料他竟有偷偷溜上了山 如果当时我亲自将他送回家就好了 罗道人自责说道 树子娘是个通情达理之人 知道这是怨不得人家 对罗道人说 这都是树子的命 命中注定该有这一劫 又怎么能怪你呢 你能将娃给救回来 就已经千恩万谢了 罗道人说 树子伤势很重 虽然已经敷上了草药 但是死时活还不一定 要做好心理准备 树子娘含泪 点了点头 我们村子非常偏僻 群山坏绕 当时交通不便 要想将树子送到外面就医 非常困难 再加上树子伤势严重 路途颠簸 肯定也撑不住 而罗道人 懂些奇皇之术 善用草药 比一般的乡村大富一数 还要高明几分 树子娘索性也就让树子 待在了罗道人家 这一待就是三天 三天里 树子的娘不眠不休看着树子 眼都不敢眨一下 三天之后 树子呼吸渐渐平稳了下来 伤势也有所好转 只是一直酣睡不醒 罗道人觉得这是有点蹊跷 于是便从床下一个破旧的箱子里 取出三根箱来 又向树子娘询问了树子的生辰八字 然后将箱插在树子面前的一盏箱炉里点燃 口中念念有词 就见那三炷箱飘出鸟鸟青烟 其中两炷箱的青烟飘向了树子 另外一炷箱的青烟则向着门外飞去 果然如此 罗道人皱眉说道 树子娘见罗道人神色凝重 心之不妙 慌忙问树子这是怎么了 罗道人说道 人都有三魂七魄 魂若离身 魂主便会失去神识 或是变得吃傻 或是昏迷不醒 而我先前用的乃是追魂箱 青烟寻魂 得知树子三魂仅剩其二 另外一魂 想必是那天跌下树时受到惊吓 离体而出 遗失在外 树子娘一听 树子丢了魂 顿时被吓得六神无主 不禁又掉起泪来 罗道人劝慰说道 树子他娘 你先别哭 我以前啊 做过道士 也会借招魂的手段 可以让树子还魂 树子娘先前见他青烟寻魂 就知道他不是普通人 又听他说能给树子招魂 当时就跪下了 说树子若能平安无事 愿做牛做马 报答大恩大德 罗道人赶紧将树子娘搀扶了起来 告诉他都是相礼相亲的 没必要这么客气 然后让他用白纸解一个纸人 再准备好一根柳枝 柳枝最好适合编柳 阴气重 等晚上招魂的时候用得着 树子娘忙不迭点了点头 时至傍晚 天还未黑 树子娘便带着柳枝及纸人 来到罗道人家 罗道人说 太阳尚未完全落山 此时若去 阳气过盛 有所忌讳 还需等到天完全黑了才行 树子娘点了点头 伏在床前望着树子 不时搓着手 显得很是忐忑不安 过了一会儿 太阳西下 天也渐渐黑了起来 罗道人燃起一炷香 口中念念有词 就见青烟娘娘向着门外飘去 罗道人捏着香根随着青烟走 树子娘一紧跟其后 青烟引路 两人跟随着来到后山 上到半山腰 走到那棵树子跌落的枣树前 就见那香冒出的青烟 不再往前飘 反而聚集在树下久久不散 罗道人说 树子的魂果然在这里 但树子娘借着月光 往枣树下看 却什么都没看到 这人的魂破牙 是不能离开人身太久的 如果离开久了 被风一吹 魂也就散了 树子的魂 能在这代三天三夜而无恙 也算是福打命大了 罗道人边说着 边又取出三炷香 来插在枣树下的土力点燃 而后将指人摆放在箱前 用块石头压住 以免被风给刮走了 又拿出一张 符露贴在柳枝上 手一抖 便见那符露乌火自燃了起来 罗道人手持柳枝 绕着枣树转了一圈 嘴里念着招魂的咒 带符咒燃尽 用柳枝往那指人上一拍 这时 就见三炷香飘出的青烟 不再垂直向上 而是往指人的方向飘来 随之那指人静站了起来 上面压着的石头也被掀开了 罗道人将地上的那三炷香 捏起来递给双子娘 让他边喊着儿子的名字 边往回走 又叮嘱他 千万要拿好隐魂香 不要让香给灭了 双子娘接过香来点了点头 照罗道人的吩咐往回走 走着走着回头一看 见那指人正跟着自己 而罗道人则走在最后面照应着 途中双子娘见那指人走得慢 山中风大 又给吹得东倒西歪 爬出岔子 便问罗道人能不能拿着指人走 罗道人说不行 他告诉双子娘 这指人被双子的魂魄附着在上面 是不能碰触到人的 人身上阳气重 一碰到指人 容易把双子的魂魄给逼出来 山中风大 魂魄走路又轻飘飘的 很容易被风给吹散了 双子娘不再言语 继续喊着儿子的名字往前走 这一路走得战战兢兢 唯恐出了岔子 让儿子还不了魂 好在并没有出意外 顺利回到了罗道人家 罗道人将指人引到双子跟前 口中颂咒 三不生神 八经以明 无今诏炉 反神还灵 而后用柳枝 往指人身上轻轻一打 便见得指人软了下去 轻飘飘地倒在了地上 魂魄归体 不一会儿 双子便醒了过来 双子娘望着双子喜极而弃 回过身来 给罗道人磕了三个头 罗道人想拦 但是没有拦住 后来有人问双子 还记不记得他昏迷的这三天发生的事情 双子摇了摇头 说自己感觉这三天似性飞行 迷迷糊糊的 发生的事情已经急不得了 就是感觉醒过来后很累 像是走了很远的山路一样 没过多久 双子就痊愈了 又能活蹦弯跳 和我们一起上山去耍了 而罗道人也在村子里声名缺起 村里人渐渐都知道了 山脚下住着的老罗 其实是个道士 回法术 有能耐 于是碰到点什么事情 便都来找他 从婚丧嫁去 千坟择地 到算命看向 屈灾度饿 罗道人无所不惠 他也乐得帮助村人 来者不惧 而且刚开始的时候 也不收钱 给钱都不要 来找他的人 如果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便会送些粮食 或是自家种的菜 他毕竟也要吃饭 于是也就收下了 罗道人开始收钱 是在村子里 一个孩子被淹死之后 我们村子里没有学校 上学要到隔壁村子 两村之间隔着一条河 仅有一条微桥相通 每到夏天和水上涨 便会没过小桥 我们便要堂水过河 很是危险 几乎每隔几年 便会有人在过桥时 跌入河中淹死 罗道人说 这桥太危险了 而且风水不好 备阳朝阴 桥口泛冲煞 移除凶祸 最好再重新修一座桥 但那时大家都穷 哪有闲钱修桥啊 罗道人也知道村人的难处 于是便打算自己攒钱 做这件事 我们小孩子当时听说罗道人想要修桥 都很高兴 毕竟谁也不愿意 每天战战兢兢汤水过河 于是对罗道人的印象大为改观 有时上山完累了 便会去罗道人家逛逛 那时罗道人已经声名远播了 家里经常有找他看事的人 十里八乡的人都有 还有文明远道而来的 我们就坐在一旁看着 罗道人其实很木论 也不怎么会说话 不像那些给人算命看向的阴阳先生一样 能说会道 往往一件事情给人解释半天 人家还不明白 我们就笑话他 罗道人和其他的道士也不一样 人家别的道士写的俘虏 都是板板整整 规规矩矩的 大印网上一盖 看上去就有一股浩然之气 而他的俘虏写的却是涂鸦一般 有诗上面也就随意用诛纱画上几笔 完全不似道家俘虏那样 别说不知情的人 就连我们看了都觉得他是神棍 我们就问他 为什么他的符合电视上 倒是写的不一样 他告诉我们 他修的道不同 别人修的道是天道 虽可得天地之事 天地却也成为淋雨 故要处处顺天而行 莫守成规 而他修的道是人道 是自己的道 故可随心所欲 不必均一于表象 我们也听不懂 就告诉他 你不能这样 你这样会没生意的 没有生意 怎么修桥啊 得庄重 然后就指着电视里道士的俘虏给他看 他学了几天 小有所成 画得倒也像模像样了 然后我们又上山寻到一棵桃树 砍下一树枝 给他做了个桃木剑 让他每次做法事的时候耍耍 他也乐呵呵地收下了 但从没剑地用过 大概是舍不下脸面来耍 先丢人吧 没过多久 瞧修好了 我们都很感激罗道人 与他的关系也亲近了不少 不时便会三五成群去他家耍 他看见我们总是很高兴 给我们从园子里摘些瓜果吃 有时也会让我们 坐下给我们讲一些 他给人看似时遇到的离奇经历 我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 他对我们讲故事时 便会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 不在四平时一般寡言少语 见我们喜欢听 他就很高兴的样子 捋着自己的胡子 一脸得意的神情 有时讲得兴起 还会吹嘘自己一番 说自己倒数如何如何厉害 引得我们虚声一片 他就哈哈大笑起来 现在想起来 他讲的那些故事 要比现在看到的一些灵异小说还要精彩 等有时间的话 就把这些故事写给大家看吧